Hello 韩 Hello Hello 我們大概還有兩分鐘 兩分鐘 好 我看到你傳給我的內容 那個數據 即是高血壓和普通人 高血壓和普通人 那個 那個 其實除了 吸煙 教育程度之類 是不是還有些可以帶出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是關於群感染的 首先很多人會覺得 我首先跟你退後一步 你真的有這兩分鐘去談 才開始 可以 很多人會說做什麼工作好 讀什麼學校好 這些你明白的 發覺原來去了那間學校 給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不等於那個人會很成功 那個小朋友會很成功 或者跟他說讀電腦好 或者做會計好 怎知道很多人會說做會計不好 為什麼不好 很穩定的 他會說太穩定 就是穩定到沒有變化 是不是 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拿回同一個道理 把進去高血壓 高血壓很抽象的 首先就是很多人有 你剛才看的Data Set也看到 我給你看看AI 現在AI很流行 個個都想說AI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會看到 input也有些問題 就是多於一半個人有高血壓 而你看到外面高血壓 是可以譬如和食二手煙有關 和食煙有關 很多年都沒有 你有沒有結婚 如果是單身和結婚 原來結婚不可以抵擋 會不會有高血壓 因為好說 你看看和誰結婚 是不是 結婚了 選得合不合 對 這個Data Set我傳給你 你沒有想著我會這樣跟你說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 hypertension 一個 column 沒有hypertension 另一個 column 而hypertensive column marital status 有多於一半的人 結婚是可以有高血壓的 OK 那關不關你和誰結婚呢 那當然有關 因為為什麼也是那些 很有趣的 但是是否所有人結婚都有高血壓 當然不是 好 我最後這個講讀 OK 好 OK 我今天呢 就傳給何鏗 先講一下這些關係 就帶她進去 因為我們平時沒有聊天 真的完全沒有聊天 所以帶她的思維進去裏面 你不是說做會計好的嗎 那要做會計呢 就由小時候已經要開始想 一邊想一邊想 沒有想過 原來有些人會覺得悶過頭 有些人還問她 經常看到別人的數據 自己又沒有 都是賺份量而已 都是做一件事 沒有機會去發達 或者怎樣 那是有得怨的 所以如果開頭 講到她太好 你會發現 就是 都不對的 就是 你說話她好而已 但是事實上 那個 那個受害者 或者那個 那個投資者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投資了這麼多時間 來囉 所以我們一會再繼續說 我答應了大聲 看看有沒有夠不夠大聲 這個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這個是Cindy的聲音 中間來到11點33分 開節目之前 幾位客戶 有健康的客戶 也有新章開幕 一些開心事 究竟這些開心事 會不會導致個人的血壓上 那個關連性有多少 會不會壓住自己的情緒 不要那麼波動 因為會影響血壓 這件事究竟會不會直接影響 我們今天帶給大家的數據是什麼 我們叫趙博士出來 趙博士你好 對 何亨你好 又講血壓 因為這麼多話要講 很多人就說 血壓應該講完的 要不就高 要不就低 你知道嗎 以前 好幾年之前 以前高血壓 上面的數位要高過130 140才算是高的 現在是高過120 已經算是高的 原來數據都會調整 那我就發了一份 因為數據的調整 是令到大家 有一些不同的演繹 有些人說 不是呀 都漂亮了 可以了 不用吃藥了 或者少做很多事情 這些事情 因為血壓的指標 是直接影響到身體 每一部份 嗯 沒錯 影響很多 影響長期 譬如有很多孫去抱 但問題是 不能看到他們 將來結婚生子是怎樣 因為血壓高 很高的 開心的頭都走了 可以 血壓這件事 高血壓這件事 不可以少看 那為什麼我們要深入去看呢 就是剛才我帶你進去 就說 以前你記得 年輕時的人說 做什麼行業好 當然是做電腦 或者會計 怎知道 我只拿那兩樣東西 因為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 做醫生做律師 但是呢 如果你做會計 有些人回來 就說很悶 悶到沒有起色 看了數字 對 還有看別人的數字 忽然之間 有一個人跟他做會計 他有很多錢 你不停看著他很多錢 自己很不開心 是嗎 還有 凡是在美國 差不多4月15日那段時間 就做到死死下 嘩 不停做 然後呢 之後呢 想休息 也休息不了 因為之前太緊張 每年都是這樣的 還有呢 如果做了一些大公司 就變成3月15日 又搞了一輪 還有呢 如果有些人 遲交的那些 就是file extension 就是10月才要搞一輪 就是這三個月份 都搞到他們 做到老 然後很多人都說 不想做多個55歲 60歲 不是一兩個這樣說 是很多個 所以美國其中一個大問題 全球都有 就是以前的mindset的人 會做到 躲起眼那一刻 現在呢 有很多人不願意這樣做 在會計裏面 會計這個dataset 也很興奮 我們說到電腦 電腦 你以為會賺得多 會賺得多 以前寫program 做的那些 怎知道寫一下 明明是說廣東話 變成普通話 普通話變成法文 法文變成德文 他們computing language 經常改革 整整一下電腦 就變成手提 手提 就變成其他 現在還有電子 銀子 所以變成了 就是一直都不能休息 不能學了一番東西 就繼續用 剛剛兩個extreme 律師和醫生 我們可以繼續說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說這些 因為只有15分鐘 我就說 用這個帶大家進去 就是血壓高 你知道嗎 我給何亨的數據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你看到 原來結婚的人 不能抵擋到 你有高血壓 有那個數據 做了15,945個 有高血壓的人 有16,364個 是沒有高血壓的 兩個訊號 原來有多過一半 是結婚的 那是否等於 那是承擔 就是一家之主 是吧 是吧 你就會好想 一定是結婚 才會有高血壓 你會看這個數據 這樣的結論 但不應該這樣看 因為你對上一個數據 就說 現在暫時還在吃煙 暫時還在吃 另外一個 column 就說不是 你會看到暫時在吃 不代表它的血壓 會一直高上去 可能在吃煙 是吃完停了之後 那些食物就來了 是吧 那是否在吃煙 應該繼續吃 不知道 是否停了 應該吃 好一點 是否好一點 也不知道 因為做這個研究 是沒有看過這些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 這個節目會這麼有趣呢 因為我會拿一些 其他情況 例如打癡 如果有青光眼 應該怎樣打 記不記得我們說過 兩個禮拜前 是嗎 沒錯 然後就說痔瘡 隱小便 隱小便 有說過 那究竟 在這個整份東西的data set 你知道我發了幾樣東西 給你了 另外一個data set 就是說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吃了農藥之後 我們不知道結婚 婚姻會否肯定 會否有這個影響呢 但是他們肯定了 就是吃了農藥的人 是有95%的increase 在這個hypertension裡面 嗯 多了 肯定多了 他的肯定性 他又做過很多事情 關於窮 如果窮的 代表一定會有高血壓 窮有吃得聰明的窮法 窮有吃快餐的吃法 窮有不吃東西的吃法 窮的嘛 那什麼都不吃 吃了就吃薯片 有不同的嘛 但是 這件事他都說不肯定 不是很肯定 因為有人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呢 有一個肯定就是農藥 因為在農夫裡面看到 他們還要不特意這樣做 還要看看老鼠 因為人很難玩 我給你一些農藥 看看會怎樣 拿一些老鼠來試 給他一些農藥 他就很快就很肯定了 很肯定 而且老鼠很快就生命就完 之後呢 有一群人就想著 其實農藥呢 如果你不是只看農藥 看毛菌 毛菌是什麼呢 毛菌不是農藥 大家明白毛菌不是農藥 所以農藥的人就說 這裡不關我的事 我的資料都不會讓我做毛菌 所以就沒有做到 直至到有人做了毛菌 還有大家已經學了這個 這個Pseudo博士學位 這個又不是假的 因為你真的有上課 每個星期都聽荷康說話 同學 你知道高血壓不一定 在手臂上量度出來 可以在青光眼 甚至在肺上 肺的高血壓是很嚴重的 因為肺是 所有氧氣等 都是靠肺的 肺不能休息 他們就發現了 我發了給你 chronic lung disease 其實是一個 common cause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即是什麼呢 就是血壓在肺內高了 但竟然有數數據 看到曾幾何時 接觸過毛菌 都有影響 而它也是給老鼠 接觸過毛菌 然後老鼠就全部出事 它給了多少呢 就是給每一隻一千老鼠 直接幫它打進去 看看它究竟會不會有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即是在肺內 有氧氣的位置 血管 會不會緊了 那它為何會看到這些 因為當它再之後 還拿肺的細胞 和位置去切出來 發覺它厚了 窄了 是的 那你想想一下 平時我們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去洗冷氣機 用什麼來洗它 我們沒有想這些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地毯? 門口那些印腳 印腳也有 但家裡沒有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有地毯 你就很不想有人 拿一杯提子汁 倒在地毯上面 對嗎? 因為如果地毯特別白色 倒在寫東西 那就好嗎? 所以有人想起 地毯一定要放一些 防止 人家倒杯酒 倒完之後 都不會上色 是不是好賣點? 是的 但是地毯的人 就會用吸塵機 來吸塵地毯 怎知 那些不黏的東西 在地毯上面 是跟平時的 不黏底鍋 那些物料 是一樣的 都是Teslon 是的 是的 都是噴了層 有層膜 叫做 不會吸塵進去 是的 為什麼它會不吸塵? 地毯不是用塑膠做的 變成它是用纖維和物料做的 所以當你塗一層塑膠上 擺在上面 用吸塵機刮它 吸塵機下面有些東西刮 然後還要噴封 推上去 現在吸塵機也不用用袋 是的 然後呢 會發生什麼事呢? 然後你就吸塵在肺上 唉呀 其實清吸塵機的一個步驟 大家都要留意著 當然可能 現在所謂的 可能自動化多了 大家可能每次用完之後 就每次清的 但是清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發覺 那個呼吸系統 一等那些塵的時候 其實 我的特別明顯是鼻子 是有一股怪怪的的味道 那些奇怪怪的味道 有很多時候是塵滿 那些糞便 所以你會發覺 那些塵感的味道 是嗎? 是 那要不要戴上口罩 找人一些呢? 阿哲博士來覺得 是經歷之一的部分 所以我說 我們真的沒有夾過 你知道嗎 我們從來都不會 由節目到節目中間聊天 沒有過 是 雖然有對方的電話 要不然怎樣找對方 但是我們沒有夾過 你既然現在 你也有一個 Pseudo博士學位 因為你既然可以說 戴上口罩 戴什麼口罩 要不要戴上鼻子 你猜你能不能戴上 是嗎? 那當然要戴上鼻子 還有 最好就是N95 就比那些 隨便戴的那些 因為這些是可大可小的東西 因為吸塵機 聚集了那麼多東西 在裡面 那些東西 當你噴了後 還有就是吸塵 都應該戴上口罩 嗯 是吧? 最好當然不用地毯 但這樣又不行 有些人喜歡地毯 所以你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你是剛好喜歡地毯 然後就吵架 吵架 血壓觸度又高 還有就是 其實我們吃的東西 我們用的東西 很多時候拿了一個人回來 剛才說 讀什麼學業 做什麼 投資是很長時間的 感情也是投資了很長時間 如果你投資了很長時間 最後那個人 就是不喜歡你 或者不喜歡你 或者甚至大家經常吵架 都有問題的 都是會影響血壓的 所以血壓 其實既然有這麼多東西 我們不知不覺都看到會影響 如果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會有多大影響呢? 一樣有影響 所以這個Stachybotrys 這個叫做mol菌 其中一種 它還做過一種 但你已經開始想到 如果老鼠都弄成這樣 壽命又短了 然後裡面的細胞又變了 如何變回呢? 最好就不要開始了 你知不知道 如果那個女生跟你說 當拍拖的時候 要出道聲 或者老婆 你都不送花給我 你應該送回玫瑰給我 但是你有兩個選擇 在那一刻裡面有兩個選擇 一就是 不要管它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管它 你買花 它說叫才買 所以其實這些都不是的 如果那些不是花 是鑽石戒指 或者是勞力士 有勢鑽石在上面 如果它說 你叫才買 你買了又不是 你不買又不是 是嗎? 這集就用了這麼生活化的提點 我也提一下大家 尤其是我們都很多家庭主婦的挺眾 大家去做一些家居衛生的時候 現在的沉悶 菌啊 各樣東西多 真的做家務 其實我都建議 戴一些保護自己的工具 例如口罩 非常有用 如果做人子女的 提一提媽媽 因為如果她比較做得多 因為她可能會吸得多些 小波士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聊 謝謝 拜拜 拜拜 Honda St. Carlos 代理各款Honda汽車 現貨最多 服務最好 按照原廠價 絕不付加費用 價格最便宜 想買Honda汽車 請電話人經理 James鄭 415-420-2648 415-420-2660 小波士 在這裡 喂 OK的 今天這一集 是嗎? 先看一些反應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的 OK的 因為其實 我也有看一些留言 他們都OK的 因為其實 他們越講越明 希望不要只說 吃血辣藥 吃不吃 看著指標 什麼之類 那樣簡單 因為真的不簡單 你這樣吃不吃 真的不簡單 為什麼要吃越多 為什麼會這樣 對吧 是啊 是啊 分量 0.5不行 0.7 0.7不行 吃1 是啊 但是他吃的時候 他不知道什麼 導致到血辣高 他不知道 還有 吃吃一下 有些東西會壞 然後 要加多些其他藥 因為那些東西壞 你不吃那些 就不行 原來月餃 最初 份量加了 之後還要加很多 不同的其他東西 去支持 是啊 沒錯 所以我覺得 要慢慢做這些 教育大家 不過是少人聽的 因為這些 很多人都想著 如果我這樣聽了 哪個哪個說的 我就會搞定 就會做 好像讀什麼行業 很多人都想著 那些 如果他們繼續這樣 就不是我們的聽眾問題 是啊 不知道 不過 至少 我發覺你也挺健康的 至少要注意健康 要啊 要啊 是啊 照顧家人 好吧 好吧 謝謝趙博士 我們下星期再談 好吧 再談 拜拜 那大家今天就聽到了 我用一個 生活化的角度說 其實很多資料 我們根本上是不知道的 就聽身邊的人說 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就去研究 最慘的是 那研究者 本身沒有看這些東西 那 就 開頭 我的Data Set 我沒有去 沒有去 逐樣說 但是 稅數 會影響 那個 那個 血壓 因為 日子內 其實如果吃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會慢慢失去 那 但是 他又沒有說 他真的去 去看完所有的東西 那 Data Set 就是看到 40歲 加減15年 加15年 就已經55歲 減15年 就是20歲 那你會看到 那個 那個影響 25歲 加減15 那 變成 那是正常的血壓 那 如果不正常 高了 hypertension 是開始 57歲 接著 就 加15年 就去到 72歲 然後減15年 那 就變成 這個 32歲 所以 你看到 就是 那個 不正常 是 大 正常 那些 就是 上了年紀 有這麼大的 range 一上年紀 慢慢 就會不好 但是究竟 是不是等於 所有人去了 年紀高了 就等於 會有高血壓 就是看你吃什麼 還有看你做什麼 還有看你怎麼處理 你吃了那些什麼 因為如果你吃了一些東西 是不好的 我們個個都會有應酬 個個都會有一些東西 但是你要怎麼處理 如果我 我初初說的話 如果吃了奶粉 那就會影響了肝 而影響了肝 就會影響了血壓 這些就是間接性 隔了一層的影響 那個setup 我們說過的data 這個data set 也有說女士 有幾多個percent分子 是會有正常 比起高血壓 原來好在做女士 有55個percent是正常 而46個percent是不正常 即是高血壓 但是 你只要是其中一個是高血壓 你已經會覺得很不舒服 當然男士 他們發覺就是偏高一些 但是說到婚姻那裡 那裡才有趣 原來有56個percent 結了婚的人 可以有高血壓 那單身呢 單身呢 他沒有說單身 他只是說結婚 結了婚的人 所以挺有趣的 當你看一些data 你會看到就是 他沒有做單身 他只是做結婚 那單身又怎樣 沒有說 在結了婚的人 他有說 然後吃煙 剛才也說過 過度肥 有沒有說到 有 如果過度肥 機會率是高一點的 高一點的 所以他沒有做分子 他只能看到 如果有高血壓的人 通常呢 重量是高了一點的 但是如果我們做這個 和肌肉萎縮呢 因為時間的問題 沒得跟阿賀肯去說 這些肌肉萎縮的事情 如果一個人做得瘦身多 因為當然他看上去偏肥一點 有很大部分的人 將來是會遇到這個肌肉萎縮 因為 一早已經影響了身體的營養 而大家都知道 如果聽開我星期三 那些很長的節目 好像和朋友聊天 和這些很短的節目 你會看到 我經常都強調 我們做每一件事 不是沒有後果的 只不過你看不看到 那個結果 有時候結不到那個 結了另一種果出來 我們看不到 就當沒有 高血壓這麼值得說 因為你感覺不到它 甚至大家感覺到那些 專門看血壓那些 去看醫生 檢查你的血壓 每次都檢查手臂 沒有檢查其他位置 甚至有些位置 檢查不到 用手臂檢查不到 好像那個青光眼 如果我們之前明白了 不同部分 可以有高血壓 也有一次說過 這些植物都可以有高血壓 然後抹開它之後 搞到那些血壓 現在不可以 好好地上回心 它就要瀕留在那些地方 所以營養 應該要去不到 應該要去的地方 營養 和毒素 毒素又不可以 離開得這麼快 所有細胞 當它用完營養 和用完那些氧氣 它就會製造一些毒素 第一個毒素就是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所以是要離開身體 停留在那裏 大家就不太舒服 你困在一個地方 如果是很多臭氣 很多二氧化碳 你看新聞也見過 會死人的 所以當那些血液循環 和植物曲張的情況 或者在其他地方 血壓稍微高些 就會是 那個 動動 就會有個反應 高血壓怎樣 高血壓當然會爆 但如果高血壓得來 抹開了某些位置 現在剛好有那些反 來推回血上去 即是說植物 那變成了 這樣便會曲張 那些東西便停在那裏 那些營養 營養又不到 那麼好 或者到 不過你聽到一句 遲到比沒有到 是啊 沒有到當然更差 但是遲到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 剛剛需要救火 但你軟水救不到近火 那些軟水 那些軟的資源 來到時候 哇 明明是三天到的 誰不知兩個星期後才到 都餓死了 或者要用了其他資源 來幫助 細胞其實 在我們身體 我經常都說 好像我們自己是自己的CEO 你已經做了CEO 你理不理到 那天管理你自己的身體 自我管理 要靠知識 還有有Data 不代表你可以明白Data 這個Data Set 它們還有做到 就是說 讀了書多些的人 有沒有高些血壓 還是少些血壓 那它有做的 就是發覺原來 讀書少 就不是很多 高血壓的 可能因為 無知 不管是怎樣 然後 雖然是有 但是不是很多 你可以說 那當然應該讀少些書 因為如果讀多過十二年書的人 他們很多 那是不是讀書多 就會多點壓力 那你就要看 就是它有沒有比較 因為如果你只是這樣看 讀書少 就好些了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 讀書少的人 和讀書少的人 那他們會怎樣 看個比例 你就會發覺 同一些人 如果拿了所有的 讀書少 少過九年 少過九年 即是沒有畢業中學 那就變成了 它是偏多些的 多些的 只是讀完小學的 是偏血壓高 那些 只讀完小學的人 所以在那裏面 那裏面 那裏面 讀書少的 是算高些的 那如果你去到說 讀多過十二年書 即是畢業了中學 原來 在個比例裏面 是正常的血壓 那些人是多些的 高血壓那些是少些的 所以你要group 就是grouping 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看grouping 那就很大問題 譬如諾貝爾獎 我沒有拿過 但是諾貝爾獎 是一個用英文來定的 英文人那邊定的諾貝爾獎 那代不代表所有的華人 其實可能沒有一個是厲害的 因為他拿不到 最多些 不是華人的人 拿到諾貝爾獎 你不可以這樣定 因為你拿了一個 是out of 那個 data set裡面 然後去 去比較 那這個比較裡面 當然是有少少不同 那那個data 就會有點歪了 所以看data 就要看那個人做研究的時候 他有沒有 由個mindset裡面 有沒有包括很多東西 為什麼今天要說mode裙 還有要說吸塵機 吸那些防 讓他不黏在地毯上 而弄上去上面 有些東西 就沒有人做研究的 因為研究要funding 還有你要考慮這樣 真的去做研究 還有目標 要有些bias 是想得到一些答案 如果你根本就不管答案是怎樣 那你做了出來 最後那個結果就是 用了很多時間 不過不知道自己發現了些什麼 只是看 都未必看到 在你眼前都看不到 那你就會 譬如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只要知道 如果那些東西 是會有任何 不應該是空氣裡面的東西 我吸了下去 會不會影響我的肺 我就提議大家 在電話裡 很多時候都有一件事 叫做AQI 就是Air Quality Index 你如果用到蘋果 其他地方 你可以使用你的screen 是有AQI的 那WHO就說明 就是PMI 在AQI裡面 應該不要高過5 那個數字 但是很多時候 AQI外面 如果你看到外面 你會見到 60 50 40 那些 你就想起 如果我在外面 運動 然後 就吸收到肺裡面 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我們沒有太多data 關於 那些人 吸收這麼高的AQI 大量是怎樣的 因為 現在才發生了 經常都周圍有些 火、火燭 有些怪事 下雨 有時都不令到AQI低的 如果你不想一下 這件事 和Hypertension 高血壓 有什麼關係 而你這樣 初期 十幾二十歲 在外面運動 然後吸收到肺炎 會不會有影響 去到中年吸收到肺炎 你平時呼吸出去 外面是一件事 激烈運動 跑馬拉槽 當AQI特別高的時候 吸收到身體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你拿 死不死人 做一個定位的時候 你會說 沒有問題 都沒有人死 死當然是一個 好不好的事 但是如果你拿那個 做你的目標 而沒有想到 會不會有一個 set up to hyper tension 因為有些東西 在AQI不應該在這裏 而在這裏 那就變成了 我們是忽略了 整個數據 如果AQI或者農藥 是越來越厲害 譬如農藥 當然要下 要不然那些菜 就被人咬洞 或者種得不大 或者那個增長時期 有很多東西會影響它 所以我們用 這些叫做pesticide 但是究竟應該用多少份量呢 是一向都不知道的 大概的 人家下了多少 你就下多少 不過那個人住加州 你住Florida 另外那個位置 住香港的 大家都是下 同一種品種的農藥 大家下的份量都是一樣 所以就變成了 大家可能在市場上 在這個環境裡 不只是你吃光 是那些蟲也吃光 然後除了那些蟲也吃光 那些雀鳥也吃光 而那個loading 大過頭時候 不想用農藥的人都用了 因為到處去 那當你這樣做法 要用時間 以及要用某種mindset去看 才會看到 這些東西是很大影響的 是可以是一個 心脂弄藥 大家知道不好 你不能像老鼠那樣 拿針去打在它裏面 看看它是怎樣 或者不可以拿那些蟲菌 塞在它裏面 看看它是怎樣 因為這些不人道 老鼠我們很多時候 在研究裏面 就沒有理會它們 但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不是那麼好 但是起碼人 就不會 人就一定不會讓你試的了 所以我們怎樣拿那些data 就只要用長期時間去看 但是已經用了這麼長時間 用了五六十年 一百年 看到那個情況影響那些人 譬如那些人做煤 煤炭 這樣就會看到它影響身體 但是有些人說 那當然不要用煤炭 吃煙 當然就不要吃煙 但是那個question 大家要問 就是當那個air quality 是不好的時候 如果我是mismatch了 我就不理會 那個air quality 我就去運動 我就去做一些事情 我會不會引致到 我的身體的efficiency 減低了 如果我知道hypertension 和一個人的重量bmi body mass index 是有些關係的時候 高一點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我不想 如果我去減回這個bmi 下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多少機會 去影響到我會有這個sarcopenia 會影響到我可能有些營養 不去某些地方 而搞到我有某些organ dysfunction 未必是disruption 但是dysfunction 如果你不包括這些想法 就會有錯了結果 而結果對一個人是一件事 而那件事 看他的家庭有多大 多疼他 影響他那些 但是對社會 整個社會的結構 就可以是很大很大影響 特別如果是很多很多人 有這些問題 例如高血壓 糖尿病 如果越來越多 如果uptrend是一路trending up 的時候 你會發覺 是不是有些東西出了問題呢 為什麼有很多人吃了素 會發覺身體好了 因為我們養動物 那種方法 group在一起 一起去 叫做slaughterhouse 一起去處理它 讓大家可以在超市買多東西吃 那個過程是接觸了很多東西 我們做研究是看不完 只知道雞可能養得大 很多病 要用藥去處理它 處理了之後 我都說份量太高的時候 就變成了 那個買家 或是一個用者 出去吃飯 都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剪掉了那個 肉類 有很大的data set 就是人們說舒服了 那你會說舒服了 應該一生一世舒服了 誰不知就發覺 是一個暫時性的好處 因為肉類始終的營養價值是不同的 只吃菜 只吃素的價值 而吃素的人呢 我們有沒有分類到是吃新鮮菜 還是吃很多那些叫做process了的 可以放很多很久的 永遠都不壞的 罐頭等 而你看hypertension 如果還要用hypertension 你會知道 吃罐頭很多鹽份的 如果要加一些東西 是吸收很多汁在裡面 例如豆腐那些東西 大家就知道黃豆是會影響 healing rate 一個人的康復速度 黃豆會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 如果我們不包括那麽多東西 看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只看一樣 那我們就變成 帶自己去錯的環境 經常想健康 食素會健康 食素不會健康 因為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可以說食素等於健康 因為它不等於看你怎樣吃法 還有就是 食素會影響到你的營養profile 因為人是要吃 又要吃菜 又要吃肉 但是沒有人叫你吃肉 買最差的那些 沒有人叫你買菜的時候 經常買同一種菜 這些是我們要有variety在裡面 才會去 counter到 抵擋到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人老 有很多問題會發生 人老 老是沒有老得靚 有些人生得靚 但是生得靚的那些 都不包括會老得靚 這些我找一次 和何鏗 如果大家記得 我就說起 為何有些事情就是 生得靚不等於老得靚 究竟怎樣呢 生得靚已經夠難了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生得靚 但是既然有這麼好的機會 已經有一個左手 生得靚 為何不可以令右手老得靚 老得靚不靚 是有關係 就是看你每天在做什麼 還有你找不找到那些根底 找了一個root cause 很多我們不同人都會有不同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一個難練的經 然後那麼難去處理那件事 如果你mismatch了那個solution 即解決方法 譬如你找到 就算有些人不找根底 只是說有問題才處理 不舒服才處理 但是如果你找到根底 你會發覺不是 因為他mismatch了那個solution set 那他真的會有機會 因為matching 就算mismatch 譬如我 我需要打tennis 我需要打這件事 但是我穿對皮鞋打 打不打到 打到 打到的 打得好不好 我要爬山 我應該穿 climbing boots 但是我可以穿了一雙 tennis shoe 或者一雙球鞋 可以嗎 可以 但是 不是那麼好 而且是一個mismatch 做不做得到 有沒有影響 有幾大影響 這些呢 全部可以計算出來的 除非你不理它 不看它 用這些例子 就讓大家知道 一個root cause 已經夠難了 在日子找到root cause 的人 不懂得matching 所以就處理錯了 這樣就會出了事 今個星期三 我有說過 就是關於 很多人就會問 一問開尾 magnisium 就走去 想知道 只是magnisium 要怎樣怎樣怎樣 但其實 一個情況 當有炎症 而有炎症 這件事 就會有一些 東西走出來 就叫做histamine 所以有些東西可以吃 就是antihistamine 就是指了炎症 from histamine 你知道histamine 會 cause antihistamine 就變成沒有了反應 但是不代表 其他身體的地方 不會有繼續 information 也不代表 尾是會用得好的 所以當你做了 patching的時候 就出了事了 就出了事了 就有個mismatch mismatch 會發生什麼事 就有很多問題會出現 不停會出現問題 以及不同人 接觸不同的其他 叫做environmental 環境的情況 會發出一些 不同的情形出來 所以 找root cause 更底 再要有個proper matching 還有要經常看一些 叫做case report 去製造自己 那個叫做 我說如果你有什麼出現 最好拍下它 最好寫下它 因為你自己都會忘記 跟主碟送差不多一樣 就是你大概知道 但是如果要傳給其他 做同一件事 你有沒有 說得清不清楚 整件事有沒有說完 有沒有說漏一些東西 身體每一個細胞 尾也是一個好的例子 有很多人就是要量血 裡面有多少尾 然後 data set就發現了 就是說我們不可以 只量血 因為那些血 不正確 怎麼會不正確呢 血量能量到尾 身體會平衡 當你不夠尾 它會平衡 讓血 整體來說大家都夠用 但是事實上 那些細胞裡面 就不夠用 但是那些血 裡面呢 就要全放出去 讓誰要拿 就可以覺得可以拿到 就是好像吃飽了 感覺飽 以及是不是真正飽 是兩回事 這個呢 就是之後大家發覺了 就是說 出了一個新的report出來 就說不要再量 serum magnesium level 就要量 Red blood cell RBC 但是RBC裡面呢 Red blood cell 由第一天出生 就是BB的紅血球 去到一百二十天 如果是正常紅血球 就是那個 差不多死亡那段時間 就是那個紅血球 會再要換身 那究竟應該是拿 剛剛出生 還是臨死之前呢 還是拿到九十天 這個也是很值得 去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我們不是很小心地看 看看紅血球是怎樣的 然後在那裡拿 而我們拿一些太亂 或者太老的那些 會有什麼後果呢 這個也是很值得 去給大家明白 就是Data 是不可以亂按拿 還有拿回來 要懂得怎樣用它